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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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你 陳寧 吳婷筠 鄭姓榮 夏衛依 張昭儀 吳御婷 還有劉巧希 陳寧 吉他 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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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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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綠 小綠 再一次就回去了 誰要回去了 再一次 身為一個導播 幹 掃盲角落也是正常的 吳玉婷在前面 阿丁 當然 阿丁 阿丁 相馬 上掃盲角落 全球 上槍 在下 好的 我們現在在進行的是頒獎 恭喜9到16名的選手 麻煩到小新那邊幫我們簽一下名句好不好 幫我們簽一下名句 好 那個剛剛小弟弟的太中 我們應該要先感謝一下 我們第一個要感謝的是 所以這個我要拿著的意思嗎 好 我們第一個要感謝的是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 這個在逢甲夜市附近的501 掌聲鼓勵鼓勵 我們給這個老闆阿東跟我們鴻爐掌聲鼓勵鼓勵 還有所有這個店內的工作人員一個掌聲 他們也辛苦了一整天非常的辛苦 好 第二個我們要感謝的是我們的贊助廠商 我們的贊助廠商是 Chanada還有Airstyle 還有這個大力支持我們全國直播的 Blackship.studio 好不好 你看我這次有特別想到可樂 他非常的感動痛哭流涕 你看我已經看到他感動得快中風了 哈哈哈哈 好 那個應該這樣說 這個靠我們一己之力啊 協會總會的力量來去承辦這個比賽 其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也要感謝呢這些廠商還有店家 當然還有所有參賽的好朋友 一起來支持我們這個首屆的全國女子飛鏢巡迴賽 那才能辦得如此成功跟熱烈好不好 好 那接著咧我們就繼續頒獎齁 來 接著我們要頒發的是第五名 好 並列第五名咧 這個八強以後 我相信大家可以感覺到 整個比賽怎麼跟下午的進行狀況不太一樣了 好不好 來 第五名 並列第五名是黃思涵 思涵 還有陳佑秀 佑秀 零贏 零贏 怎麼這麼嗨 好 來 莊佩玉 佩玉 來 麻煩 這個 如果你跟我們一起看了整天的比賽 你會發現 來 靠這邊一點好不好 靠這邊一點 會發現八強以後好像 來到不同地方了 好 來 幾千扣 過哪一邊 右邊 右邊一點 左邊一點點 對對 要在旗子裡 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非常好 好 來 照相手 請上 誰先 誰先 好 來 看中間喔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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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腿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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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家爆色的可以嗎 好 好 再來咧 要頒發的是 今天的並列季軍 那我想八強以後如果是另外一個世界的話 我覺得 四強以後是另外一個宇宙好不好 很多梗可以講 好 並列第三名咧 來自 都是我們這個新北的選手 陳銀芳 米香 還有這個 新莊田復貞 黃銀瑋 現場人山人海喔 大概還有五百個觀眾 來 按錯了 不好意思 來來來 還有還有還有 好 我們要再次感謝這個 L-Style 跟這個 Cheneda 的大力贊助 才讓我們這個獎項如此豐富 在市民以後都要用箱子才能裝 好不好 好 來攝影手 預備 1 1 1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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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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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 2 1 2 來看這看這看這 等一下等一下先看這一個 好好好漢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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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可以嗎 觀眾朋友這樣可以嗎 不是你現在把招數都用完有一天換你的時候你要擺什麼 很多是不是 很多是不是 我覺得有必要讓大家看到是哪些人在起哄喔 就他們 我覺得有必要讓大家看到這群人 你們看 這群人多可怕 好好好 這個在叫囂的我全部幫你拍起來喔 包括今天喝了食品的露營 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 好來這個 接下來要頒的這個呢是地主的冠軍保衛戰喔 好那 恭喜這個我們來自地主台中的廖佩穎佩 成功為台中守住台中戰的冠軍 漂亮啦漂亮啦 趙佩 吃到什麼 早餘了 放著耶 終於這次要吃了 又吃了 你不要暴露就跟暴露一樣好不好 不要暴露 我就跟暴露一樣 這已經來到正常 這來到正常 欸那個要放在記台上一個月的耶 什麼東西要放記台上一個月 沒有這個ok等一下我們還有一個 誰先誰先講好 重點你眼神看漢仔就好了 其他隨便喔 拜託一下 等下我們扳子扳子扳子 好這個這個我們 來來來 對對對對這個 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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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不要笑啊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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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小孩的臉 你們這些在台下的等你們上來就知道 這個在台下的就是這些人我通通幫你們拍起來 可以嗎 好恭喜佩佩恭喜恭喜 喔好好好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他要他會那個 好再來這個是 還是要避世 下一張照片是要放機台上一個月的喔 對 文藝青年文藝青年 文藝青年 請來一桌啊 不行這樣太像普郭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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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好謝謝那個 剛剛得獎的選手麻煩幫我們簽一下林俊齁 然後 接著我們要進行的是我們的賽後專訪 我們的賽後專訪 那需不需要再給大家一點點時間 好那我們先來邀請到的是這個 來自新北樹林的陳銀芳米香 米香 米香你在哪裡 好 欸鏡頭要看哪一個 這一個還是這個 看中間 看中間 好 那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少年阿賓 那今天很開心呢 陪各位在台中 玩了一整天 非常非常精采的飛鏢賽 那接著我們要進行的是賽後專訪 首先呢我們訪問到的是 來自新北樹林的米香陳銀芳 那這是第一次訪問 所以我想還是 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好不好 來麻煩 大家好我叫米香 那我的本名是陳銀芳 那我主要都在中立的HITDAX打標 那比較固定都是禮拜六的都會在那邊 那如果有比賽的話就是例外 那如果其他時間想要跟我一起打標也可以約我 對就這樣 好謝謝米香喔 欸我說真的那個 經歷過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啊 我覺得大家的那個訪問內容都有非常非常的進步好不好 好那這個其實我們也看了一整天的比賽喔 我還是想要問一些 比賽中間的一些小狀況好不好 好因為我們剛才看呢大概在八強的時候 打這個 對打思涵的時候呢非常的爆氣表現 非常爆氣表現 但是為什麼進了四強以後好像又 手感有點跑掉了 你個人覺得在這兩場比賽的轉換中間 你有沒有一些賽後可以跟我們分享的 兩場比賽中間的話主要是 就是八強的時候其實記得 體力專注力都放在他上面 那到四強的時候其實就有點累了 對 主要就是這個 那這個的話就是還要再多努力 多訓練 好那個其實這個比賽完了我們就是當聊天啦 我們當聊天啦 確實我們在旁邊看是有一種激勵放進的感覺 不過這個我們聊天歸聊天 但我相信要從我們兩點開始比賽 循環賽一路一直打到冠亞軍八強一路上來 至少要打大概快要六個小時的比賽 所以其實呢前陣子也有一些標友 跟我們分享的一些訓練體能的方式 那我想呢飛標比賽裡面專注度要有 體能是絕對不能沒有的 因為一旦你沒力了就會 沒有辦法繼續專注了 沒錯吧 好所以這個很重要 那米香也是第一次上直播的訪問嘛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全國的標友分享 不管是你練標的心得 或者是對於整個女子賽的感想 那希望說有更多的人呢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玩飛標 你有沒有一些話想要跟我們所有的 觀眾朋友可以分享一下的 就是每一次的女子賽我都還蠻珍惜的 因為很少女子賽可以讓大家這樣聚在一起 那每一次就是私底下大家打打鬧鬧 然後說說543 然後在投擲線上就是敵人 那就是歡迎大家都是一起來打標 那不管強弱都可以就是大家交流 主要是觀念比較好 對打不打鬥我是覺得其次啦 謝謝 好非常謝謝米香喔 那希望我們再來的高雄跟新北也會去吧 好那希望高雄跟新北你有很好的表現 謝謝你謝謝謝謝謝謝 好這個其實一直有很多的標友啊 會問我們說 欸為什麼只有扮女生啊 為什麼不扮男生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呢一個最最最簡單的原因 就是你們不覺得女子的比賽特別好看 而且特別刺激嗎 最簡單的一個結果論就是 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 大家如果有在關心的話 我們的這個前八強的名單呢 幾乎是完全不一樣的 幾乎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剛剛的米香呢我們第一次訪問 接下來呢也是一位可能大家 比較不常見到的生面孔好不好 那就是來自我們新北新莊的田復生 喔不是黃英偉來掌聲鼓勵鼓勵 那個訪問他之前可以先幫我送一個箱子上來嗎 哈哈哈哈 來那個英偉先跟我們的網路機 網路前面的觀眾朋友介紹一下自己好不好 因為大家可能對你比較陌生一點點 我是那個黃英偉 對 差點就講了 對 就是平常的話是在新北市 板橋的ACE打標 還有熊燒 在那個 東山區那邊 好好好 大概打多久 打標的時間大概快三年了 對 常常參加一些比賽賽 對於參加這個熊燒的 你有看你要到每一站都來對不對 對因為我抱拳牌 那參加這個你比賽的心得是怎樣 就是這樣比南非嗎 就是幸便一起到台灣各地去玩 好 其實我最想要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 今天的比賽應該是你第一站 第二站第三站以來 走得最遠 而且打得最好的一次對不對 因為我整個觀察下來 在後段的時候 其實整個狀況都有上來 對不對 你有沒有為了今天 或者是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準備 或者是心態的調整 讓你在今天的表現呢 會比前面兩站都來的穩定更多 我打完標就忘了 但是我記得上一次也是就是 慢慢有名次 原本第一次是沒有得名 小組就沒有了 然後上一次是第九 然後這次是第三 平常怎麼樣 平常就是 平常就是 因為要上班 就是有空的時候下班 去家裡附近的吧練一下 這樣子 有特別的練習 在一站過的地方嗎 沒有耶 就是看手怎麼樣 拿標比較順 對 就是丟的 一丟的順為準 對 好 這個 我想 這個女子賽 我們還是想要問一下 就是說 這是一個全台灣第一次的女子巡迴賽 那我想之前你應該也參加過很多大大小小的比賽 但是那女生的數量可能都沒有那麼多 對不對 那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比賽啊 你有沒有想要跟我們的 因為通常齁 在手機前面看的他們都是不參賽的 你可不可以 誘惑他們一下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營造的這樣子的一個平台跟環境 你覺得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吸引你想要繼續打下去的東西在哪裡 告訴他們 好不好 我覺得女子 其實中華女子賽應該是今年算是比較大的女子賽事 然後 參加的選手很多 可以認識很多不同地方來的人 然後在那個質量上面也還不錯 就是還沒有試過挑戰大比賽的人 可以先從女子賽開始挑戰 好 非常謝謝盈偉 新莊田富貞 那希望高雄跟新北都會去吧 好 那我們希望你接下來有很好的表現 謝謝 謝謝 好 再來 來 這個 入行準備好了嗎 可以齁 你的講稿有沒有帶著 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訪問的是 今天台中戰的亞軍 在第一戰的時候呢 我們也看過了 還是亞軍啊 張燕榮 RUCY 來掌聲鼓勵鼓勵 還是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說真的 我們第一戰的觀看人數 現在跟第一戰比起來 現在的觀看人數大概是第一戰的Double 真的真的 所以我們大概會有一半以上的觀眾朋友 剛開始來關注我們這個比賽 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來自台北 Aero on Dust Club的Lucy 然後我是由風龍新葉 風龍新葉有限公司 與Aero on Dust Club贊助的標手 我打標已經邁入第五年了 這次很榮幸可以參加這麼棒的比賽 讓我們有機會 就是在疫情期間還可以磨練自己的飛標 對 RELAX 好緊張喔 不好意思 我想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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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今天戴眼鏡對不對 但之前沒有戴眼鏡對不對 有戴跟沒戴到底有沒有差別 很多人會有這個疑問 真的 我覺得有沒有戴對我來說其實沒有差 但是今天因為隱閒鏡有點戴不住 所以就只好戴著眼鏡這樣 所以對你來說不會有那個距離啊 或是什麼類的 沒有耶 對我覺得對我來說沒有差 因為我不會 我的飛標不會撞到眼鏡 所以對我來說是沒有差別的 好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好 如果你從下午啊 就一直跟我們一起看比賽到現在 我們在循環賽的時候也有播到Lucy的組別 但是呢 循環賽跟單淘汰決賽 我覺得Lucy是完全兩個人在比賽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怎麼從循環賽的亂流中呢 一直到打單淘汰突然又變回我們 比較熟悉的Lucy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或是你怎麼調整的 我覺得是 可能我 我覺得就是 就是努力一直跟自己說 不要緊張 自己可以做得到這樣 但是就是打到冠軍賽的時候 可能又有 就是又很緊張 沒想到前面這麼順利 後面又開始緊張得起來 對 就是 所以這次又只打到我的亞軍 沒有辦法保持前面就是 單淘汰的 的 就是的狀態 然後精神也有點 沒有辦法集中 對啊 覺得自己覺得很難過 因為又拿到亞軍了 都已經這麼努力爬到這邊 但我還是會繼續努力練標 希望下次有機會 站在冠亞軍的舞台上面 打出更精彩的比賽 對 好 那個其實Lucy 真的表現得非常好 因為我覺得啊 那個在飛鏢比賽裡面 其實是很短的時間的對抗 那你要從很短的時間對抗的亂流 然後再調整到 單淘汰到後面 你要很快變成另外一個狀態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不過我想每一場比賽 其實都是單獨的個體 你要每一場每一場去調整 而且面對不同的對手嘛 高雄戰會出現嗎 我問他說高雄戰會出現嗎 然後他回答我說我參加新北的 哎呀 真是一個不失禮貌的回答 我覺得 Lucy在回答上面已經有非常進步了 好不好 最後最後我想還是一樣 就是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說 鼓勵他們多出來打飛鏢 尤其是女生 因為真的 大家的波動非常大嘛 人人都有機會好不好來 非常感謝主辦單位辦了一個這麼棒的比賽 聚集這麼多美女標手來打這個盛大的比賽 因為 我覺得 就算我已經參加了這麼多比賽 因為我畢竟已經打了第五年的飛鏢 然後參加比賽的 大概是邁入第三年左右 到現在都還是會有一些 就是蠻緊張還有混亂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平時累積是很重要 因為畢竟一開始也是打得非常差 慢慢的就是讓自己比賽不要這麼緊張 那比賽如果不想打的話 就算你平時練習打得很好 也會有機會就是 像我一開始單淘汰那樣子很慘 對 單淘汰跟循環都很慘 所以還是多出來 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好 我們再一次掌聲 謝謝張燕榮、Lucy好不好 那希望你在新北也有很好的成績 好不好 總決賽喔 要努力喔 好 感謝 謝謝 謝謝 好 來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訪問到 在台中站地主的冠軍保衛戰成功 這應該是 我看喔 台北台南 這個是第一個把冠軍留在自己家的分戰喔 來 我們掌聲歡迎廖佩穎佩 沒有台中人喔 沒有台中人是不是 台中人有掌聲嗎 好 你自己可以 好 有一點慢半拍 有一點慢半拍 好 那個 我想喔 如果你認識飛鏢一陣子了 你相信你一定會認識佩佩 那不過呢 佩佩是第一次在我們這個舞台上 然後打到四強以後嘛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第一次我們做這個賽後的訪問 那我想呢 電視機前面還有手機前面 有非常多新的朋友 也跟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來 大家好 我是在台中的廖佩穎佩 我常 我大概都會在 我會去的標店大概就是狂標大師跟 邰大師跟 邰大師 然後 呃 介紹我的贊助商 我的贊助商有 我的贊助商有 還有花鳥公園 還有我現在使用的是 Feed Strike 對 就這樣 好 欸那個你不會講話沒關係 因為這個主持人蠻會講話的 所以你不用怕好不好 好 第一個問題我想要問的是 如果大家有對 女子飛標的圈子 稍微有一點點了解的話 應該會知道 佩佩大概在 2018跟 2019年呢 是載至我們 台灣的女子標談 我想應該 沒有說錯啦 那 當然我們也知道呢 在2019年呢 發生了一件非常恭喜的事情 但是啊我發現你 付出打比賽以後 那個 就是你的標總是落在 希望目標的旁邊一點點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我從第一站第二站一直到現在 還有包含在其他的一些小比賽看到 其實我們都期待佩佩會打出一個 非常嚇人的成績 但是 就是落在目標旁邊一點點 對不對 我想你自己應該也有發現 有沒有針對這個狀況啊 特別去做一點心態 或是 打的動作上面的一些修正 來彌補這件事情 關於這個嗎 因為之前常常在 練標嘛 就是至少每天都一定會丟 但是後面 就是自從 懷孕之後 然後 就減少時間練標 而且慢慢就沒有在練 所以就是穩定度跟那個 熟悉度都不夠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我要調整回來 我就 一定要每天一定至少一個小時 要去練習我的打標的功課 對 打標的功課是怎麼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一開始我至少會先練紅心 有沒有打中的沒關係 重要是 我覺得我 手的動作很重要 就是 手的流暢度 還有 就是 握標 你的手指的那種 敏感度 就是 不可以讓你的手指去 常常移動到你的標 將會讓那個 準度下降 所以就是 盡量練習自己 手的順暢度 然後 才會 開始練習 打開撇 然後可能 就是看 20 覺得要 急撇 才可以繼續再打下一個數字 然後就是連續 至少 這樣子 繼續下去 我覺得 才會進步 好 佩佩跟我們分享了一個他練習的方式 那不過呢 我 我相信除了我個人以外 還有非常非常多人呢 都想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呃 當你的家裡有一個 飛鏢打得非常不錯的人的時候呢 他會不會對於你 參加這個比賽 給你一些什麼 具體的建議 或者是 給你一些方向 有嗎 或者是 是什麼 其實之前他會跟我說 欸 我一定要練習哪個功課 但是後面 就是 我覺得打標 因為我後面不是 越來越沒有練習 其實打不太到 其實 這種就是心情 其實落差蠻大的 所以我是 覺得 我至少先把打標變成開心的東西 才會讓我想要繼續練下去 所以他其實後面就沒有給我太大的壓力 就認為 所以我只要把打標變成快樂的事情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所以反而你開心打標以後 你的狀態就調整得比較好 而且調整得比較回來了這樣子 喔 太棒了太棒了 那個 如果 如果 普波先生你在 手機前面看這個直播的話 請不要再給他更多的壓力了 好嗎 我們幫你喊話了好不好 好 那個最後最後 我想呢 今天拿到冠軍很開心嘛 那 接下來的 高雄跟新北都會去嗎 好 那有沒有什麼話呢 想要跟 這個 手機前面的一些朋友啊 跟他們說 或者是鼓勵他們一起出來 跟我們一起打比賽 我覺得比賽不一定是一個 要分輸高下的東西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一起來 玩這個飛鏢 並不是說一定要分個什麼勝負 因為我覺得打標最重要的還是因為開心 對 然後 就是希望 就算你 從來沒有比賽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來比賽 因為 他就是一個 訓練自己 也可以讓你或許更開心的方式 對 不要忘記打標是開心的東西 然後大家一起來比賽 好 謝謝佩佩 謝謝謝謝 希望你在高雄跟新北都有很好的表現 謝謝 好 這個最後呢 不免俗的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預告一下 那接下來的比賽呢 是 8月16號 在我們的高雄站 然後 8月的 8月30號 8月30號 在新北 8月30號 在新北 如果你 跟我們一起 在看這個女子賽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呢 其實你可以 很明顯的發現到 我們的選手呢 不只是 他的標記在做一些提升 同時呢 如果你發現的話 他們整個 談吐形象跟 正面傳達力量的這個方向呢 都一直一直的在進步 那 我想剛剛佩佩呢 跟我們分享呢 也講到一個很大的點 剛剛好像三四個人通通都講到齁 就是呢 打飛標是一件非常開心 非常愉快的事情 那 如果你想要跟我們一起 玩飛標的話呢 第一件事情 maybe是訓練的標記 但是 我們覺得更重要的是呢 是讓你保持一顆開心的心 那 你只要有一個開心的心 享受你在每一場比賽 跟每一個對戰 相信你也會跟我們一樣喜歡飛標 好不好 好 這個快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8月16號 在高雄見囉 在高雄的SF 我看到那個Sky 在群組裡面說 我們準備要去 那個高雄站找他 他有一點怕怕的 所以 如果你想要讓Sky 感受一下什麼叫做恐怖的境界的話 8月16我們在SF見 好不好 大家掰掰 然後我要遮一下 然後就 咻 開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